小村爱情13正在优酷热播中 王大拿从外地考察行情回来后 得知小爽被沐生带走做直播去了 就立刻打电话给沐生 说狗场这边需要人手 让他赶紧把小爽给送回来 可是沐生非但不听 还以小爽经纪员的身份 向王大拿提出了辞职 挂掉电话后就有人来找王大拿 说是水厂走了一个淘宝直播 现在需要小爽过去帮帮忙 你找他干啥呀 我跟你说 水厂现在资金特别紧张 周转不开了 我先弄一个淘宝直播 这不合计小爽有经验吗 就把小爽给调过去 让他直播几天 小爽还吃鞋儿的 我合计这不淘宝正好是个好时机 你那秋哥他们还有那谁 他们都不会 那玩意有啥不会 学呗 不行不行 要不然我我去找沐山 我去找谈谈 够呛 我哥都不听我话 也许能给你面子 你吃饭了没有 没吃饭我给你整点饭 我给你做呗 你本人都不听我啊 你怎么可以帮我 我依 Fourth 你哥哥是怎么读音乐 我费的 你你真的会是我 我费的 我费的